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该学习的榜样 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生意 歌语故事《有生在线听书吧》正式开播了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 他一个孩子 他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他只有九岁 从小孝敬父母 而后被举孝帘 终于职守秦正未民 他的名字叫黄湘 九陵黄湘 山枕温亲 围观秦正 天下称颂 黄湘 自闻强 汉朝时期江夏任 小时候 家中生活很艰苦 在他九岁时 母亲就去世了 他本就非常孝敬父母 在母亲生病期间 小黄湘 一直不离左右 守护在妈妈的病床前 母亲去世后 他对父亲 更加关心照顾 尽量 让父亲 少操心 冬夜里 天气特别寒冷 那时 农户家里 又没有任何取暖的工具 一天 黄湘晚上读书时 感到特别冷 捧着书卷的手 一会儿就冰凉冰凉的了 他想 这么冷的天气 父亲也一定很冷吧 他老人家 白天干了一天的活 晚上还不能好好地睡觉 想到这里 小黄湘心里很不安 为让父亲 少挨冷受冻 他读完书 便悄悄走进父亲的房里 给他铺好被子 然后脱了衣服 钻进父亲的被子里 用自己的体温 雾热冰冷的被窝之后 才招呼父亲睡下 父亲很受感动 夏天到了 黄湘家里低矮的房子 显得格外地闷热 而且文营很多 到了晚上 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 尽管每个人都不停地摇着手中的蒲扇 可仍不觉得凉快 夜深了 大家也都困了 准备睡觉去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 小黄湘一直没有在这里 香儿 香儿 父亲 父亲忙着提高嗓门喊他 父亲 我在这儿呢 说着 黄湘从父亲的房中走出来 满头的汗 手里还拿着一把大蒲扇 孩子 你干什么呢 这么热的天气 父亲心疼地说 哦 我看屋里太热 蚊子又多 就用扇子在屋里扇一扇 这样 蚊虫就跑了 屋子也显得凉快些 您好 黄湘话还没说完 就被父亲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的好孩子呀 以后 黄湘为了让父亲休息好 晚饭后 总是拿着扇子 把文银扇跑 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 使劳累了一天的父亲 能舒适地早些入睡 就这样 黄湘孝敬父母的故事 在街坊邻居传开了 人人都夸奖黄湘 九岁的小黄湘也被人称颂约 天下无双 江夏黄湘 人们都说 能孝敬父母的人 一定懂得爱百姓 爱自己的国家 江夏太守 听说了黄湘的事迹后 将他征兆为门下孝子 从此 黄湘举孝连入室 果然不负众望 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公元八十四年 汉张帝特别下赵 命黄湘 指东关月览 观藏的典籍 正逢谦圣王刘炕 当时在行家关里 张帝在中山王府地 赵黄湘致殿下 向朱王推荐说 这位就是天下无双 江夏黄铜啊 左右臣子 没有不为之 另眼相看 汉张帝时期 黄湘被拜为尚书郎 是皇帝身边的近臣 他工作尽心尽责 昼夜不离尚书台 到汉河帝时 黄湘先后被拜为左城 尚书令更受重视 一次 他本来要被任命为 东郡太守 可他认为自己不合适 就极力推辞 汉河帝也不想让他离开 就让他留下 继续任上书令 黄湘也没有辜负 黄帝的信任 将军国大事 处理得井井有条 汉河帝时 黄湘被任命为魏郡太守 任期内 魏郡遭受水灾 他把自己的俸禄 及皇帝赐的钱财 都捐出来 镇及灾民 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黄湘的一生 以孝子 贤人 驰名于世 清代近世 蔡镇中 曾拜计黄湘牧师 提此一首赞约 南国无双土 东京第一流 风霜鱼笑魂 绝至碧黄秋 姓自侨人史 剑书国史流 更行穷藏处 千载枯中吼 听故事 早上跟 立大志 做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